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江西新渔市雨水区 以临街店铺火灾事故 做出重要指示 要求坚决遏制各类安全事故 多发连发势头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和社会大局稳定 李强做出批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扩大有效益的投资 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今年一开年 各地各部门积极扩大有效投资 落地实施一批重大项目 培育发展新动能 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李强主持召开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负责人 和五党派人士代表座谈会 丁薛祥出席 李强会见日本经济界访华团 赵乐际会见蒙古国家 大呼拉尔副主席 丁薛祥会见世界银行 执行董事访问团 韩正会见脑鲁外长 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 新春走基层 今天带您认识新疆阿尔金山 无人区里年轻的铁路通信工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 2023年对纪检监察干部 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 俄罗斯国防部称 坠毁的伊尔76运输机 是被乌军导弹击落 乌克兰军方称 俄罗斯蓄意破坏 交换载压人员进程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本台消息 1月24号15时30分许 江西新渔市雨水区 已临接店铺发生火灾 截至目前 事故已造成39人死亡 9人受伤 事故发生后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高度重视 并作出重要指示 江西新渔市雨水区 已临接店铺发生火灾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要全力救治受伤人员 妥善做好遇难人员家属 安抚善后等工作 这是近期发生的 又一起重大安全生产事故 要尽快查明原因 依法严肃追责 进行深刻反思 习近平强调 各地区和有关部门 要深刻吸取教训 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 进一步压实安全生产责任 认真排查隐患 狠抓工作落实 坚决遏制各类安全事故 多发连发势头 确保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强 做出批示 要求组织力量 抓紧搜救被困人员 全力救治伤员 最大限度减少伤亡 妥善做好家属安抚等善后工作 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 依法严肃追究责任 近期 多地连续发生火灾事故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国务院安委会 要督促各地各有关方面 狠抓安全责任和措施落实 加强重点领域薄弱环节 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不留死角盲区 根据习近平指示和李强要求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 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赶赴现场指导事故处置工作 江西省新于市 以组织力量全力做好 救援救治和善后工作 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扩大有效益的投资 形成消费和投资 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今年一开年 各地各部门推出一系列举措 一大批聚焦科技创新 补短板和激发民间投资的 重大项目加速落地 积极培育发展新动能 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引擎 进入2024年 各地开工了一批重大投资项目 记者书里发现 与往年相比 在各地的项目清单中 新基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占比 显著提高 在河南 聚焦产业转型发展等 一共开工了790多个项目 在安徽 首批460个重大项目中 加速布局新领域 新赛道的十大新兴产业 占了超过一半 有效投资 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大引擎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 发挥有效投资的关键性作用 多次强调 完善扩大投资机制 拓展有效投资空间 适度超前部署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扩大高技术产业 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 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在2023年召开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2024年 要发挥好政府投资的 带动放大效应 重点支持关键核心基础攻关 新型基础设施 节能减排降碳 培育发展新动能 在陕西省工业和信息华厅 记者找到了这些产业链图谱 在这些图谱上 清楚地标注着 陕西省今年重点要投资的产业 目前的短板是什么 需要如何突破 今年陕西省重点建设的600多个项目中 高新技术产业占了三分之一 关键核心基础需要突破 而链住龙头企业数量较少 省内配套率较低等一系列短板和不足的问题 我们通过了重点项目的实施 破解这些剥弱的环节 在江苏 开年至今 开工了450个重大项目 其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成为了关键词 今年江苏创新性地建立了 民间投资重点产业项目库 入库项目达到200个 其中160多个是战略性新兴产业 这两天在这个会议室里 全省13个地市的相关负责人聚集在一起 召开调度会 这样的调度会将每月召开一次 数据显示 2023年 我国投资的质量结构持续优化 引领发展的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了10.3% 快于全部投资7.3个百分点 民生领域补短板投资不断增长 这些都为今年的有效投资奠定了好的基础 今年年初开工的这些重大项目的投资 发力早 质量优 基础性 战略性 引领性的作用非常突出 通过这些重大项目的投资 能够有效地扩大有效需求 带动产业升级 夯实经济 稳得基础 明确 力的方向 也增强 进的动力 下一步 国家将大力拓展有效投资空间 政府投资 今年将更多投向 打基础 立场远 雇根本的能力建设项目 加大对关键核心技术公关等领域的投资支持力度 全面梳理 适宜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清单 进一步打通 制约民间投资的读点难点 同时 强化专项债券资金使用管理 着力提高投资效率 通过一系列政策组合权持续发力 有效投资 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强 1月24号下午主持召开座谈会 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负责人 和无党派人士代表 对政府工作报告 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 座谈会上 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 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理 民建中央常务副主席秦伯勇 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 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 制工党中央主席蒋作军 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 台盟中央主席苏辉 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 无党派人士代表李道奎等先后发言 认为过去一年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 全国人民齐心协力 攻坚克难 国民经济回升向好 高质量发展 扎实推进 民生保障 有利有效 成绩疏为不易 令人倍感振奋 大家就做好今年政府工作提出意见建议 李强感谢各民主党派 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 对政府工作的关心支持 表示国务院将认真研究 吸收大家的意见建议 他强调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 我们要科学把握国内外形势 既看清我国长远发展大势 始终增强信心和底气 又看到外部环境的复杂性 严峻性不确定性 始终保持清醒头脑 群策群力 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落实 希望各民主党派 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 在广泛凝聚共识 汇聚智慧力量方面 发挥更大作用 石太峰 吴正龙 邵洪 何鲍翔 王光谦 朱永新 杨震参加座谈会 国务院总理李强25号 赛京会见日本经济界访华团 日本主要企业负责人 共200余人出席 李强表示 去年11月 习近平主席同岸田文雄首相 在旧金山会晤 达成重要共识 为中日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 中日各界要共同努力 坚持和平友好合作的正确方向 推动两国关系重回健康发展轨道 希望日方妥善处理历史台湾等原则性问题 经贸合作发挥着中日关系压仓石和推进器的重要作用 中方愿同日方深挖合作潜力 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实现更高水平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 日本与会人士表示日中是重要邻国日方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合作促进人员往来 为日中关系发展及亚洲和世界和平与繁荣作出积极贡献 吴正龙参加会见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 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条例 自2024年3月1日起施行 实施条例共8章52条 重点规定了完善档案工作机制 规范档案收集管理 健全档案保管制度 细化开放利用措施等内容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在北京 会见蒙古国家大呼拉尔副主席蒙赫巴特尔 赵乐际表示 今年是中蒙建交75周年 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 中方愿同蒙方 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牢牢把握中蒙关系发展方向 坚定维护中蒙关系政治基础 深化互利合作 共同应对地区和全球挑战 推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蒙古国家大呼拉尔 密切友好往来 办好中蒙立法机构交流机制会议 深化生态环保等领域立法经验交流 助力中蒙命运共同体建设 蒙赫巴特尔说 蒙中关系是国与国关系发展的典范 此访期间 蒙中立法机构交流机制第五次会议成功举行 蒙古国家大呼拉尔希望不断加强 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强 25号在北京会见世界银行执行董事访问团 丁薛强表示 中国同世界银行有着长期良好的合作 双方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 中方愿同世界银行一道 共同推动全球减贫和可持续发展 加强在应对气候变化 生物多样性等领域合作 为应对全球性挑战做出积极贡献 丁薛强指出 过去一年 中国经济回升向好高质量发展 扎实推进 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 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优化营商环境 积极利用外资 持续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世界银行执行董事访问团表示 世界银行高度重视同中国的发展合作 愿进一步深化双方的发展伙伴关系 国家副主席韩正 25号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脑鲁外长安格明 韩正表示 脑鲁政府独立自主做出同中国复交的政治决断 充分体现了阿迪昂总统的战略眼光 历史将证明这是一个正确决定 也再次表明一个中国原则深入人心 中方院同脑方积极开展各层级交往与合作 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 韩正阐述了中国对外政策理念 表示中方院在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 合作共赢 开放包容基础上 尽其所能帮助脑方实现发展 欢迎脑方积极参与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安革命表示 同中国建交 使脑鲁站在了历史正确一边 和中国成为伙伴 将使脑发展前景更加光明 脑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交流合作 将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和三大全球倡议 新闻联播从今天开始推出新春走基层系列报道 总台记者吩咐祖国各地深入基层一线 用镜头记录新征城上奋斗者风采 展现一个活力满满的中国 今天我们首先要去我国四大无人区之一的新疆阿尔金山 认识一群维护着格库铁路通信畅通的年轻通信工 凌晨四点 工长李博和十几名队员开始收拾工具 准备一天的通信巡检工作 乌鲁木齐局通信段热箱车间 共有55名通信工 负责阿尔金山200多个通信基站的设备维护 春运期间 他们要把设备状态调适到最佳 避免通行列车任何险情的发生 喝细了聊天的这个姑娘叫新小雨 今年23岁 来这里刚刚一年 新小雨说 她永远都不能忘的是第一次上山的经历 陡峭的山路 漫天的黄沙 起初让她感到很不适应 来的时候也哭了鼻子 他们都非常照顾我 我看到男孩子行 我觉得我也能行 格库铁路是江梅外运的重要通道 保障着甘南 青海和西南省份千家万户的冬季公囊 13.2公里的阿尔金山隧道 是格库铁路线上的最长隧道 里面分布着大量的通信基站 抵达后 通信公们对每条线缆和设备进行逐一巡检 我们的作业时间是有限制的 必须在天窗点内完成 否则就容易撤不出来 造成人和车相遇的危险 隧道内 每隔不到一个小时就要经过一趟列车 新小雨他们的日常操作 一般在调度规定的时间内完成 遇到临时紧急任务 只能在列车行驶的间隙 插控完成 今天在阿尔金山隧道内的巡检任务顺利完成了 很快就到了午饭的时间 而大家今天的午饭 就是一块囊饼加一瓶水 你来之前有没有想到过这个地方的艰苦 来之前我也没想到吧 就是来之后我才真实地感受到 这个地方比较远比较荒凉 你觉得靠什么在自个囊饼坚持下来在这 有一帮好姐妹好兄弟 一块囊还没吃完的功夫 对讲机里传来了一道紧急命令 听到命令后 年轻人们赶紧收拾工具 赶往五公里外的故障点 到达现场后 新小雨和同伴发现设备指标超标 可能干扰到通信信号 再过半个小时 列车就要通过隧道 需要赶紧跟网管联系 把指标降下来 半个小时不到 手脚麻利的年轻人就把隐患排除 并迅速撤出隧道 整整十个小时的奔波忙碌下来 而此时 新小雨却告诉记者 接下来还有一个更难的检修点 在等着他们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 我们和这些年轻人一起 来到了阿尔金山的脚下 这个路太险了 今天这个路还算好走 如果是流血的话 下面什么关系 有人说青春应该是五光十色的 但是我选择在这片茫茫茫的戈壁山上坚守 我觉得这就是我的青春 2023年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贯彻落实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部署 以自我革命精神从严整肃队伍 开展全国纪检监察干部队伍教育整顿 把纯洁思想纯洁组织作为突出问题来抓 以最鲜明的态度 最有力的措施 最果断的行动 对执纪违纪执法违法现象零容忍 坚决清除害群之马 坚决防止灯下黑 今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 2023年对纪检监察干部监督检查 审查调查的情况 2023年全国纪检监察系统 共接收涉及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或反应 4.65万余件次 处置涉及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 4.37万余件 谈话韩巡纪检监察干部 1.46万余人次 立案纪检监察干部 8千977人 处分7817人 移送司法机关474人 其中处分厅局级干部207人 县处级1382人 各纪纪检监察机关运用四种形态 批评教育和处理纪检监察干部 3.72万余人次 其中运用第一种形态 批评教育和处理2.87万余人次 运用第二种形态 处理7,031人次 运用第三种形态 处理884人次 运用第四种形态 处理562人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介绍 截至2023年末 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贷款余额 同比增长20.2% 制造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7.1% 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同比增长23.27% 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 同比增长20.34% 均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 今年金融监管总局将引导银行业 保险业继续加大资金投入 保障重大工程和民生项目融资需求 加大对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科创产业的支持力度 更好的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数据还显示 2023年末 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 417.3万亿元 同比增长9.9% 保险公司总资产29.96万亿元 同比增长10.4% 银行业保险业资产质量 总体保持平稳 流动性保持较高水平 明天凌晨 2024年春运即将启动 交通部门提前准备 应对未来40天 90亿人次的跨区域人员流动 铁路12306数据显示 1月24号 全国铁路共发售火车票 2035.9万张 创下了今年春运 火车票发售以来的单日新高 自1月12号 铁路春运首日车票发售以来 以累计发售火车票超2.1亿张 为满足旅客旺盛的出行需求 全国铁路加大客运能力投放 预计节前每日安排旅客列车 12700列左右 较2019年增长14.4% 春运期间预计全国公路网 每天出行的日均车流量 将达到3720万辆 公路出行长距离 跨省出行会明显增加 全国民航预计 日均发送旅客200万人次 创历史新高 多家航司加密热门方向航班 C919国产大飞机将迎来春运首秀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我国冬季呼吸道疾病防治 和健康提示有关情况 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介绍 全国医疗机构门急诊呼吸道疾病 每日诊疗量持续下降 医疗秩序总体平稳有序 明天将正式开启2024年春运 这期间人群流动和聚集性活动增多 呼吸道疾病感染风险加大 要持续加强监测预警 满足群众正常就医用药需求 中国疾控中心相关专家介绍 当前我国新冠疫情仍维持在较低水平 习性呼吸道疾病仍以流感为主 近期以行流感的占比有所升高 专家研判认为 在冬春季 我国将继续呈现多种呼吸道疾病 交替流行或者共同流行的态势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 2023年全国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费 22289.9亿元 其中约四分之三涉及民营经济纳税人 分行业看 制造业及与之相关的批发零售业占比最高 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费近9500亿元 占比42.6% 分企业规模看 中小微企业受益最明显 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 启动了2024年春风行动 聚焦农村劳动者和有用工需求的用人单位 集中开展引导有序外出 组织招聘用工等服务 活动将持续至4月上旬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快递行业五项国家标准 主要涉及快递包装和服务质量两大方面 其中快递包装重金属与特定物质限量 针对纸类 塑料类 纺织纤维类 及复合材料类快递包装产品中 所含铅拱等重金属 双分A等特定物质 做出限量要求 将于今年6月1号起施行 欢欢喜喜过大年 2024年全国春节文化和旅游消费月系列活动 今天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启动 春节前后各地文旅部门将立足自身特色资源 联动金融机构 电商平台等 推出形式多样的促消费和惠民措施 更好满足群众春节文化和旅游消费需求 今天中国和新加坡在北京签署互免持普通护照人员签证的协定 将于2月9号正式生效 双方持普通护照人员可免签入境对方国家 从事旅游 探亲 商务等私人事务 停留不超过30天 2024年韩国江源到东清澳会今天继续进行 在速度滑冰混合接力决赛中 中国队刘云奇 潘宝硕组合 以3分11秒74的成绩夺得金牌 此外 中国队战胜意大利队 在女子兵球3对3项目中获得铜牌 截至目前 中国体育代表团 已在本届东清澳会四个大项上 获得5金 7银 2铜 共14枚奖牌 俄罗斯别尔格罗德州州长 格拉德科夫24号确认 当天在该州坠毁的 1276军用运输机上人员全部遇难 俄方称 机上载有65名乌军载压人员 9名俄方机组人员和陪同人员 俄新社今天援引俄紧急服务部门的消息报道 该军用运输机的两个黑匣子均已找到 俄国防部说 这架军用运输机被来自哈尔科夫方向的乌军防空导弹击落 俄空天军探测到乌克兰方面向军用运输机发射的两枚导弹 乌方知道当天将利用军用运输机运送被关押的乌军事人员 并在俄乌边境进行被关押人员交换 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24号发表声明称 俄乌双方本应于当天交换被关押人员 但是交换没有进行 乌方不掌握在比尔格罗德坠毁的1276运输机上的人员身份和数量等信息 俄罗斯方面没有像此前多次所做的那样 通知乌方需要在一定时间内确保比尔格罗德地区的空域安全 乌方认为俄罗斯蓄意破坏交换载压人员进程 目的是破坏乌克兰局势稳定 联合国安理会决定于当地时间25号下午就此事举行公开会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4号发表声明说 该组织当天在亚丁湾及曼德海峡附近海域 袭击了美国军舰和商船 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与几艘正在保护两艘美国商船的美国军舰发生冲突 胡塞武装的导弹直接击中一艘美国军舰 并迫使两艘美国商船返航 美国中央司令部24号早些时候称 胡塞武装当天向在亚丁湾行驶悬挂美国国旗的 马斯基底特律号货轮发射三枚反舰导弹 美军格雷夫利号驱逐舰成功拦截其中两枚导弹 第三枚导弹落入海中 货轮没有人员伤亡和船体受损报告 以色列军方24号称 以军在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地区 继续加大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打击 摧毁地道等设施 在加沙地带北部和中部地区 乙军也打击了多个哈马斯目标 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24号称 其武装人员在汉尤尼斯的多个地区 与乙军作战 打击乙军坦克推土机和乙军集结地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加沙事务主管怀特24号称 该机构位于汉尤尼斯的一栋建筑 当天遭坦克炮弹袭击 造成至少9人死亡75人受伤 这栋建筑里收留了大量无家可归的巴勒斯坦难民 以色列军方在声明中否认与此次袭击有关 称正在调查袭击是否是哈马斯方面所为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感谢您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